新年,你們吃胖嗎? 我喜歡火鍋 Hello,大家好,我是Mike 美遊快訪Siri問題20問 現在開始了 你心中的雪林曉是什麼樣的男生? 我覺得他是一個口是心非的人 對,就是這樣 來中國這麼久,最喜歡的一道中國菜是什麼? 到現在,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知道了吧 我喜歡火鍋 粉絲對你的稱呼裡,你最喜歡哪一個? 叫我水哥就好 水哥,謝謝我 在泰國拍戲和在中國拍戲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語言不同 天氣不同 美食不同 火鍋也不同 三個形容一下日常中跟你是什麼樣的 休閒 才能 出夢 有機會和粉絲聊天的話,就想問他們什麼問題? 嗯 新年,你們去怕嗎? 最近從粉絲那裡學到的網絡新詞是什麼? 彩虹 跟朋友聊天的時候會用自己的表情包嗎? 可以現場摸摸一下自己最喜歡的表情包嗎? 迄今為止演過的角色裡最喜歡哪一個為什麼? 哪一個都喜歡? 哪一個是我演的 有沒有哪一個藝人是你看了他的某部作品之後,特別很忘了他合作的? 成龍大哥 作為男人裡面的自拍標喊,可以傳授我們一些自拍的技巧嗎? 自拍 自拍的時候要高角度 這樣 也會看小一點 什麼樣的女生可以吸引你的注意力? 我喜歡 天使 我喜歡 給你15秒,讓你做C粉的事情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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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最近做的一件讓你很感動的事情是什麼? 他們一直幫我做公益 我覺得他們很開心 請分別用半道總裁 小奶狗和翠玲想有不同的角色 來唸一下這個台詞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超能力,超級愛你 你有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超能力 超級愛你 小奶狗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超能力 超級愛你 請用一樣東西來形容你心目中你的粉絲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超能力 超級愛你 請用一樣東西來形容你心目中你的粉絲 火鍋吧 因為他們是我的最愛 對於Honey Tai Tai的星巴粉們 你有什麼想對他們說的嗎? 媽媽在 我也不用擔心我的學習了 媽媽們 宅宅愛你 給自己中文水平八幾分 十一分 聽說你和中國人很有緣分 能和我們剪一些你建築事嗎? 我爸爸是中國學童的 中國草州人 我媽媽是護學人 護學人 你